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香港青年頻道,我是大眼 在凌晨時後,我們收到一個突發的消息 就是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已經嫁嵌了 他享年96歲 早兩天英女王才在蘇格蘭 接見完卓慧斯,還任命了他做新任的英國首相 為什麼過了兩天,就突然斷了氣? 究竟他是因為俄羅斯斷了他們的天然氣,令他斷了氣 還是英女王活生生被卓慧斯激死的呢? 稍後回來,我們就說說這件事 以及透過英女王嘉賓的這件事 可以給到英國人有什麼啟示 我們稍後回來也會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大家可以選擇為英女王密愛一分鐘 又或者用這一分鐘,訂閱、讚好和留言 以及分享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而西瓜視頻和今日頭條的朋友 除了可以關注我們的頻道 亦可以長按點贊制三秒 這就是對我們香港青年最大的支持 在凌晨時分,收到一個突發消息 就為英女王伊莉莎伯二世 正式嘉賓,享年96歲 這個在英國歷史上在位最長的女王 終於就在英國由日不樂帝國變成日落帝國的多年之後 就日落西山了 但是早兩天,英女王還好地地 還在蘇格蘭那裡接見了卓慧斯 英女王在接見卓慧斯的時候 除了任命他做新的英國首相之外 也都笑到40,000那樣口 為什麼無緣無故兩天之後 他對著卓慧斯的微笑 竟然變成了女王最後的微笑呢 會不會是卓慧斯在接見女王的時候 說了一些激親女王的說話 我們知道英女王的名字就叫做伊莉莎伯 卓慧斯和女王其實也有點淵源 因為卓慧斯的中間名字又是叫做伊莉莎伯 難道卓慧斯在接見女王的時候 就以氣風發地跟英女王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爸爸改我的名字做伊莉莎伯 你不相信我可以給你一個身份證 不過接下來我們英國只可以有一個伊莉莎伯 那個是我伊莉莎伯卓慧斯 女王你回歸吧 以上的對白就是我們虛構的 但也不排除卓慧斯 是說了一些令到女王緊緊於懷的說話 因為打從他出來 競選保守黨的黨魁的時候 他的言行舉止已經很惹火 還曾經表態過 若然他當選首相的話 他就會毫不猶疑地按發射核武的按鈕 難道卓慧斯在見女王的時候 他又發表了一些對外強硬的說話 而且早前英女王也意識到 一旦卓慧斯當上了首相之後 除了不理他們英國和我們中國的關係之外 也不理他們英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關係 而以往本來英女王接見新任的首相 都會在倫敦進行的 但是這次偏偏是去到蘇格蘭進行 而蘇格蘭一向都在醞釀 從他們大不裂的帝國 來分裂出去 本來英女王是有機會 從蘇格蘭回到倫敦那裏 先來接見新任的首相 但是不知道是否巧合 現在英女王伊伊莎八二世 就在蘇格蘭去世了 那是否代表著英女王不能回到倫敦那裏 才來到場面 是否寓意著蘇格蘭最終都不可以 和大不裂的帝國走在一起呢 不過英女王去世的這件事 無論有多不好的寓意 有一個人就肯定是全英國最開心的 那個就是查理斯王子 因為他做到王柱這麼多年 終於都有機會坐正做英王 因為查理斯就是英國國王的第一順位繼承人 做了69年的太子 終於都可以如願以上 雖然在查理斯的心目中 可能這種興奮 是比英格蘭拿世界盃的 但是查理斯繼位 又是否一件好事呢 而我們香港青年就覺得 從英女王去世的這個事件裏面 其實是很值得他們英國人 來細心想想 保留皇室 保留這一種封建制度的產物 是否真是合乎時宜呢 現在我們看到 英女王享年就96歲 他在位就超過了半個世紀 但是在他身處的英國當中 全部英國人 都只能夠給他 作為一個女王的榮耀 但是卻給不到他 作為一個平常人的尊重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中國人有句說話 就叫做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劃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就以信 去到七十歲 就已經是一位有經驗的老人家 七十就從心所欲 但是當了這麼多年女王 做到九十六歲 英女王又是否真的除心所欲呢 他每天要做些什麼事情 是否真的可以除他自己的意願呢 若然 英女王你要他說他的職業是什麼 他可能會在表格上 令到填自己是一位女王 但是如果女王作為一份職業的話 這一份職業 就是一份不能退休的職業 因為一旦退休 也就是由盡登夫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英女王在去世前兩天 都還要被英國人強迫勞動 去慰到新任的首相做任命 大家說如果你是英女王 你的心還累不累 現在英女王就正式走了 我們平常會說有錢的子女 就是含著甘鑰匙出生 而好像英女王這一庭 除了家裡有錢 還有權勢 還有無比崇高的地位 簡直是一出生就含著一個國家 但是這種悲劇 沒有隨著英女王的離去 而得到一個完美的終結 反而英國人就會把這個悲劇 一代一代 在他們所謂的皇室 這個大家庭裡 延續下去 這個實屬是現代社會的悲哀 除了女王這位是難做之外 大家看到他風光的表面 但是又見不到他背後的唏噓 就好像他的家庭一樣 大家看到這個皇室的家庭 會不會覺得他們有家庭的溫暖 就好像他的家庭成員 他自己的孫兒 哈里王子 他寧愛美人都不愛江山 因為皇室的家庭裡 往往盡視這個以如我詐 雖說他們只有兩兄弟 但是他們兩兄弟 從小到大難度就沒有想過 哪一個將來會繼承皇位 又或者難度他們就沒有想過 怎樣來出招 去令自己將來會更容易繼承皇位 而在他們西方世界裡 經常提倡 什麼自由平等這些口號 好像英女王的家庭一樣 一有家庭成員出生 就已經是高人一等了 那還怎樣追求一個平等的社會 現在就好了 英女王就去世了 陳歸陳 土歸土 我想英女王 活了一輩子 現在才真真正正 和一個平民無二 因為在走的時候 一樣都是萬般帶不走 下一句就不說了 因為英女王的去世 可能在他們英國人眼中 是一件悲慘的事 但是大家看看這個地球上 是有幾多個國家 在歷史當中被英國欺負過 所以為什麼我們中國 經常都強調 不可以搞霸權主義 各與各之間 是要平等共存 所以如果英國人 無論選什麼手相 封建年代殘留下來的思想 如果一天不去打破的話 英國人 就只能夠活在 這個日不落的枷鎖裡面 我們香港青年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拜拜